大家好,我是电脑培训的王老师,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前期我的视频是讲电脑的打字教程,电脑的基本应用 还有现在的话我们讲到了Office办公软件的教学 从这一节课来讲Word文档第四课,我们来讲格式刷的应用 格式刷的应用,我们来看格式刷在哪里 在开始,然后这边有一个图标,它写着格式刷 这个图标就是我们这一节课所要讲的内容 格式刷的话就是这样使用的 比如我们这里,这一条,你看我们这里是一个合同 那我们这里的话,这个第一条是不是应该加出的话 才是更好看的,要不然这样的话 不知道哪里是标题,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的话,要给它加出 选中它,加出是这个B,对不对 以前讲过的B,好,加出了 加出了之后,它们也要加出,是不是 第二条也应该加出,那你老是这样去点的话 是不是有点麻烦,一直它要加出 整面文章要加出的地方比较多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格式刷来完成 我们看一下是怎么做的 首先选中你让别人想变成什么样的 那个地方,那个文字,选中一点点也行 选中,那之后去双击我们的格式刷 我们双击的话可以用无限次 单击只能用一次 那我们试着单击一次,单击一次 那你看,我们单击了之后 来到我们的这个界面上 就会出现了一个像油漆刷一样的刷子 对吧,那我们现在去刷别人 第一条是加出的 第二条也应该是加出的,对不对 刷它,你看,它就变成加出的了 那现在的话,我的格式刷没了 对吧,这是刷你只双击 就是你只是单击一次的话 只能用一次 如果是你双击的话就能用无限次 我们试一下 选中 你让别人变成什么样 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 那你就去选中它了之后 去双击我们的格式刷 双击的话可以用无限次 双击,它它,两下 好,来,格式刷来了 那我们去刷第二条应该加出 那我们第三条也应该加出,是不是 第四条也应该加出,你看去刷别人 然后第五条也应该加出,你看多快啊 这样的话不用老是去点那个B了,对不对 那我们第五条再去找第六条 有加出刷它,用格式刷去刷它 再刷,把该刷的地方都刷了 好,这就是格式刷的应用 那我们再来,格式刷不要了,对不对 格式刷不要了 那我们电脑上的按钮呢 都是从哪里来 基本上就都从那里回去 那我们格式刷从哪里来啊 从这里来,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格式刷不要了 我们还是点这个格式刷一下 它就没有了 好,那这就是格式刷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这一次格式刷是怎么使用的啊 就是说,有的时候 就像这个,比如啊 比如这几个字 要让它加出,对不对 比如,我只是比如 那要加出的话 你首先让它加出 B是加出,对不对 那比如我再让它变红 是不是,A 这个A,它就是让它变红 点三角号 这里有很多种颜色 这是这个的话管制的颜色 然后,让它变红 加出了之后 你想让别人也跟你一样 变红,加出的话 你可以不用老是去选它 然后变红,变红,对吧 然后再加出 不要老是这么搞了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格式刷来一步完成 对吧 那我们让别人也变红,加出的话 选中这一小部分 双击我们的格式刷 双击,双击 就是双击可以用无限次 单击只能用一次 好,那我们现在去刷别人 比如这个 你刷它,它马上变成红色 加出了 刷它,红色加出,对吧 然后刷谁,谁就变成红色加出了 是不是 这个的话就是格式刷的使用 就是以免了我们它格式刷的话 那格式刷不要了 格式刷的话 它就是说 你让它变成什么样 你要让别人也跟你变得一模一样的格式的话 那你就选中你这个 然后去双击格式刷 双击可以用无限次 你就去刷别人 别人就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格式 格式一模一样 但是你的内容还是 还是你的内容 只是说把你的格式变了而已 好 这就是格式刷的应用 格式刷的话是很方便的 就是使用的时候是很方便的 比如你要让谁加出啊 这些直接刷就可以了 这是格式刷的使用 格式刷不要了的话 然后让它还回去 再一次点格式刷 那它就没有了 本课小节 这一节课我们讲了 Word文档格式刷的应用 格式刷的使用方法是 选中样本格式 然后双击或单击格式刷 然后去刷想改变格式的内容 就可以了 这一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